我操 今天这期比较特别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是南京人 今天这条视频相信大家也能看到 就是专门来给大家开箱一下我的母队 我们的城市球队 南京同系的一系列的篮球装备 首先我最喜欢的还是棒球服 这个棒球服是正数人 但是他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整个棒球服 重量非常的重 当然你要是冻天窜的话肯定是相当保暖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整体这个版型 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人体型的原因 就显得人很左 大家看到了 他整体这个细节还是很丰富的 这边是磁绣的这个应该是monkey king 南京同系大声 美和王 然后这边它是用这种尼龙材料做的这个封叶 上面也刺绣着很小的南京 它不像去年那个棒球服 纯白的 然后这边写个大大的南京 其实这件衣服上面 如果你不细看 你看不出来它是南京 然后侧面的这个袖子上面 这边刺绣着同系堆尖堆的年份2007年 然后这个上面是同系堆的logo 下面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制造的朋友或者是同系堆的老球迷 可以给我科普一下 背面刚才给大家看过了 是一个非常大的同系的logo 然后这个衣服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个同系的吉祥屋 然后里面布满了这个凤叶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训练服 这个我就简单给他脱一下子了 我就不脱衣服了 这个打一般不是他为异的了 这个一般是你投来训练的时候 里面串个精神衣啊 或者串个球衣这样子 就是冰冻的时候串的 实话实讲整个衣服版型还是挺好的 然后透气性啊排寒都不错 但是如果你一根高的标准 就是你拿他和NBA的那种 GI的球员出场服去比的话 他的弹性啊会稍微差一点 球衣呢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0位的 近年的这个球衣其实伤身效果还挺好的 有那种背配的感觉 就如果你跟耐克的这种 失收的球迷版比的话 他是保很多很多的 但是呢他跟耐克的这个球衣啊 尺码方面是两个阶段 这个尺码基督片小 耐克那个呢又是基督片大 我穿正常版型的衣服 是要穿到两个XL 里面的球衣 我要买三个XL 那颗的球衣 我要买XL 然后 失收版呢他就把姓名给移到了上面 然后赞助上去取消了 所有你看到的这些音画的部位啊 除了李宁的logo是刺绣的 其他全都是这种热汤上去的 质感上面肯定稍微差一点 索实话同系配色的闪截11 确实不好看 整体呢就用到的是这个 今年球衣上的绿色 然后配合这种枫叶的图案 然后鞋面呢他用的是这种 伊龙配合合虫材料去做成的鞋面 然后前掌这边 加固 鞋舌顶部 球队的名称 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多球队的细节了 前掌这个绿界面到近的这个配色还调的挺好看的 上面还带一点那种近粉的感觉 重底配置不用多讲来 这大块TPU 后跟有一块蹦 再配合一个薄一点的蹦鞋垫 外底全掌的GCU 3G11之前已经有水平给你们了够了 今天这一期呢就给你们来看看他的上角 他整体鞋序是重 如果你前掌前紧 你就放大半码 就是没码的半码 比如说9码买到9.5 然后整体重底你还能采出它蹦的脚感 但是前掌做的会偏薄一点 他就随着弄比较典型的保际快靴 配色呢 我是觉得 除了你配今年南京同系的这个球翼 就今年这个绿色枫叶的这个球翼 其他的真的很难搭配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冲着南京堆买的话 实话是讲 我觉得林卫之前上脚的那个利拉泽酒店的贝蓬 和南京这个城市球翼挺搭的 包括那个熊卢堆主场配色 也跟南京同系队的这个主场配色挺搭的 其实相比之下 咱这十一就略逊一城 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我的观点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个言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